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由我国选手俄美帝对着日本选手大碧云方美的比赛 俄美帝身高1米62体重52公斤 1986年出生于辽宁省中国三打运动员 俄美帝曾获得2006年世界三打紧标赛52公斤级冠军 和2007年第九届世界武术三打紧标赛56公斤级冠军等等 俄美帝曾代表我们中国连续四次征战世界武术三打紧标赛并且都获得了冠军 俄美帝也被国家授予体育运动荣誉奖赞 俄美帝也被全民们誉为中国三打一截 下一天俄美帝的战绩为30战25胜而日本选手的战绩为14战4胜 比赛开始后俄美帝就发现了蒙古以重拳暴打日本决手 不过日本决手也还不失落以重拳击击 比赛才开始没多久俄美帝就以一记着手重拳将日本决手击倒 而后当第一回合即将结束的时候 俄美帝一记接腿摔再次将日本决手击倒 第二回合才开始没多久俄美帝也连续重拳 又再次将日本决手击倒 日本决手奉力战了起来场刀才半冬妙 全场比赛下来日本选手被俄美帝五次击倒 当第二回合即将结束的时候 俄美帝抓住机会一记跳膝直接击对手击下了比赛 日本选手口皮被俄美帝这一脚直接踢出血了 日本选手当场被踢枯了 日本选手打力后久久不能起身 可见俄美帝这一脚给我夺住